我们再来看第七个 我会快一点 因为我发现我太长期 Fast and Easy Sharing 很快 很容易 share resources 该我讲了 resources 资源 就是该我讲 我share给你的资源 我share给你的笔记 Online learning provides resources 它提供 resources in soft copy 提供 这个你可以变成坏处 等下我们再看坏处 它提供的资源是soft copy 你知道soft copy的意思 比如说印出来的东西 我们叫hard copy 印出来的 看不到 比如说这个书 还是我们平时印出来的笔记 我们叫hard copy 你会spell对不对 hard 在电脑上的你动不到的 我们叫soft copy 所以我share给你 我叫你download的叫soft copy 所以我讲这个可以变坏处 因为你写不到东西 你没有办法在上面画东西了 可是我们现在讲它的好处先 Online learning提供soft copy给你 This way you can always share with a friend 这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share跟朋友 就跟朋友 share给你的朋友 who needs them 有谁需要到share share给他们 我们的表达了share 有一些是书来的 所以你不要大肆选量 当然朋友的share给他们 不要紧 就是真的是读的 自己为了读的 不要没有东西的 就给他们读吧 知道吗 so it is a matter of emailing 所以这个问题 只是在你要email 还是use whatever sharing app you find suitable 或者你要用任何你觉得 适合的sharing的方法 都可以啊 你知道吗 suitable 適合 OK 合适 适合 好像很大的法 我们会用Google Drive 你要学习一下 这些东西 OK 再来 which is a wider 可以到达更广泛的观众 OK 的听众或者是观众啦 so wide是广泛 对不对 广泛 可以到达更广泛的观众 观众啦 这个 观众或听众啦 audience啦 OK This is for those creating online learning posts 这就是对老师来说了啦 对 创造 创造online learning posts的 比如说 such as uploading videos on youtube 比如说我们upload videos在youtube 你知道有的 你在youtube你要找什么东西都有的 他们upload来给人家看教人家的吗 对不对 free的吗 有很多是 就是因为他们 他们要 给人家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such learning platforms 这样的这种学习的平台呢 enable a content creator 所以制造 当然就不是好像跟着学校的单元咯 可能他们会post一个东西关于 订阅一个科学原理这样 然后做实验啊 等等的 这样咯 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这种 这种是全世界都有学到的嘛 对不对 所以就可以post上去可以到达很多很广泛的观众听众 this translates to more money 这个可以带来更多的钱 to support the learning program 那个钱我们另外在讲了 你可以问你朋友可以上网查 youtube的钱这样来 but我们不要讲那个东西 所以他现在讲的是 如果是好像我 我的课程 然后可以到全世界 虽然现在不可以 最多是malaysia道嘛 对不对 可是他可以带来更多的钱 因为我的观众比较广泛了 不是只是 Daman Putra Budiman 对不对 还是Balakong 不是了 因为可以到很远的地方了 就可以支持整个learning program 可以运作下去了 可以再来 support flexible schedules 他可以支持 所谓的这个支持 不是我支持你啊 不是啊 这个的支持是他可以 他可以一起 一起啦 这样的意思 他支持flexible 就是比较有变化的那些时间 所以比如说 if you are the busy type 你是很忙的人来的 yet you want to add value to your resume 可是然而啊 然而 你想要增加一点价值 这个价值不是钱 这个价值可以是 你的resume很有value resume是什么你知道 你要申请工作的话 你要send in个resume 里面有你的 就是你的什么 例表啊 例表啊 履历 履历 OK 里面有写好你的 你做过什么工作 你读书 在哪里读书 在哪里念书 甚至你的成绩也可以 你知道吗 这个叫你的resume 所以如果你要add 价值进去 就讲 你add 你加更多的东西进去 你有学过这个 你有学过那个 我有在网上学过 Microsoft Word的课程 Microsoft Word还好啦 我有在网上学过 Microsoft Excel的课程 你知道Excel 你会用吗 这个哦 你看我的滑鼠在下面 你看啊 你会用哦 你错了 你只会用个五% 把我追多 Excel课程 甚至是我们 或者是工作 在真正用到的 区域的工作的人 他们去上课 他们都会发现 Excel原来这样难用的 不是难啦 它有很高深的东西在里面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是去哪一个课程 Microsoft Excel 它可以add很多价值 在你的Resume 如果你听得明白啦 因为不未必听得明白啦 因为真的是很高深 它里面有很多的用途的 你知道吗 OK 所以如果你要 你很忙 你要add多一点 价值进的Resume 就讲你要学多点东西咯 Online program will be great for you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咯 对你来说 They are not set for any specific time 其实这个有一点重叠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你写着 你可以 这些东西你可以用咯 你知道吗 它没有set好好是 一个某个固定的时间 OK You take them whenever you have the time 任何你有时间的时候 你就可以 就可以去上这个课 Therefore it is easier 就比较容易咯 squeezing them at any time squeeze啊 是挤 OK Squeeze可以用在 真正挤东西 也可以用在挤时间 知道吗 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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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一下挤 在哪里 哪里 哪一个 没有的 哎 够了 这个 OK 挤那个时间出来 他讲 就 就 比较容易咯 在你的很忙碌的schedule 你可以比较容易挤时间出来 OK 再来 offers a variety of causes on one platform 它会供应 刚才我讲了啊 a variety of 就是多种类 它offer 它可以提供很多种类的courses 在同一个平台 可以有很多种类 所以好像比如说 同一个平台 我知道一个website 不 我忘记了 那个website 它有offer 很多大学 就跟我讲的那些 哈佛大学啊 什么 Oxford大学 什么 剑桥啊 他们的 Cambridge啊 他们offer的courses 都在同一个website 就是那一个 机构创办的 所以在同一个平台 有很多个courses So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s are found at one place 可以是一个地方 就是在internet 就可以找到了 It is a matter of searching for the course 只要你找啊 就是 它的问题就是你怎样去找哈 you want online the course you want online 你要online去找 Applying for it 你要申请 and starting to enrich your knowledge base enrich就是丰富化 ok rich是丰富吗 这个是丰富化 使它丰富的意思啦 你的knowledge base knowledge也可以 knowledge base就是 base就是整个里面的东西 你的知识 所有的知识 some learning avenues are absolutely free 有的平台呢 是完全是free的 all you need is an internet connection 所以你所需要的 就只是internet 罢了 traditional learning requires you 那种传统的学习啊 它需要你to move from one institution to another 它需要你从一个机构 就是一个学校 去到另外一个学校 如果你要去读你要的课程的话 你要移动 不要麻烦 你要去到很远的地方 ok 再来啊 最后 build a learner's character 它可以建造一个人 一个学者啊 learner是学生啊 对吗 the character 是你的personality 你知道吗 建一个好的 良好的一个平行 character啊 ok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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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跟谁讲话 又没有人会应我 ok ok 这个平行其实也是很重要 我在我的VLP report 我也分享给大家 那里我提到 不过我相信你没有看 那是父母看 说什么平行呢 online learning course for discipline 看需要discipline 其实我自己也 也register了一些online course 从来没有完成过 这个是我要很老实的讲 我讲的online course 是没有老实对着我们的啊 就是然后它是free 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它是free的 所以我们没有完成 我跟我朋友很多都是注册过 因为我们share给他们 他们就去看咯 很好耶 什么鬼课程了 我跟你讲什么鬼课程了 你讲到的就有 你现在讲一个 有 我可以讲 他就这样了 所以他 可是 因为又不用钱嘛 你知道吗 然后就很需要我们自己要自律 要很discipline哦 我们每个星期要做点功课 教上去 会有老师改 那老师会看 他会给你那个grade 然后他 他会鼓励你 去跟同学们交流 这样share你的经验啊 这样 哦 可是就是没有那个discipline 所以他需要你去培养一下这个平行discipline Dedication 你要去 Dedicate就讲你进行尽力的 尽力 尽心尽力啊 叫Dedication OK 我不写了 我要省时间 还有Puntuality 还有 守时 OK 还是要写 因为我觉得这三个很重要 等下你MindMind可以用耶 这是 discipline Dedication 是尽 尽心啊 尽心 可以啊 尽力 OK Puntuality 守时对不对 超好用啦 Puntuality 你一定要会用 守时 守 守 守 OK 所以这些是一些character 当然你可以加你觉得可以用的character下去 如果你再写作文 OK With usual classes 如果是平时的课 你可以用traditional classes啊 或者是usual classes 平时的课 and instructor 老师 你可以用teacher啦 各种老师啊 instructor就是指导的人 也是可以是老师 所以平时上课 一定会有个instructor is present 一定会有个instructor在 to keep you on fit 这个是一个宴语来的啊 keep you on fit就是这样让你站在你的脚上 就是讲哦 他会在那边指导你 跟你讲 诶是时候了 是什么这样 keep you on fit OK 他去引导你这样 reminding you 然后会提醒你 OK 甚至treatening 甚至会危险你 就是我啦 我知道 然后会跟你讲 你跟我 你没有开video 你不要进我的课啊 我不是这样讲是 这就是我们会做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我们要keep you on fit啊 对不对 我们要提醒你啊 这是可是online learning your personal character is the key to success 你的个人的平行 是成功的钥匙 the key to success 可以用啊 这个你在哪里都可以用 你知道啊 the key to success 什么东西是the key to success 你都可以用了 OK it helps you to be it helps you be a self-driven person 其实很好 如果我们培养到的话 他帮助你可以成为一个 就是自己推动自己的人 OK 我们大家都有的这个 self-driven 只是 对于某一方面我们比较少罢了 尤其是读书 我们就是没有这样self-driven 对不对 对一些事情玩电话超级self-driven 我们去寻找那个 最要叫过关的方式 不会问朋友 然后再一旦没有办法 到往自己找啊 然后我就会啊 可是读书就是没有讲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self-driven 对不对 现在他帮助我们可以变成一个self-driven person 可以用在各种作文的哈 OK with great time-conscious skill 甚至呢 他讲我们会有很好的时间观念 OK conscious 就是知道 你知道时间的技巧啊 时间观念 OK 等下我们 我讲一讲 disadvantages 其实你可以一面听 一面做你的mind map了的哈 OK OK